我們就開始啊 就 先拿出來 好啊 就第一次認識你 你五年級 在那個 在那個 什麼 沒有在 在那個 毛毛蟲 幾經會有一個 爸爸媽媽在準備 被做那個 在烏賴的那個學校 那我六年級 因為我沒有念過五年級 對對對 我念了兩次六年級 但沒有念過五年級 就 就是要 我不知道你有看到 有看到 基本上 我就是 看著 現在台灣的 有一點狀況 我也要說 我都不會 試試看 說任何的批評 你也可以說 我知道 可是我不要你想 我就是要批評什麼 Would you be more comfortable speaking English 沒有我習慣了 好 我三十八年在台灣 我知道啊 只是因為看你的筆記本是英文 所以才問一句 沒有我可能會用到英文 如果不行 就 因為我 我大學在研究 那個 那個 幹地 也是做 很多的非保利的 社會運動 反核的運動 在美國 然後 就是 自己決定 要用 肥保利 來 然後 我是 讀了農業經濟 然後 也是 學識是 國際關係 跟 跟法文 跟德文 然後 我 然後 我 來台灣 基本上 是 要 要協助 亞洲的農夫 就可以 可以 平安 可以 可以有足夠的錢 所以大家可以吃得飽 對 可是 因為我在台灣 剛開始 就 做 那個 就是 兒童 那個時候 剛開始 在這裡附近 是嗎 對 那個時候 荷家人 是 我的同學 所以 就 就開始 關心孩子的 教育 一直就覺得 孩子在台灣 很辛苦 所以 就 那個時候 就 過完差不多 十一年 我就決定 我太太 要去美國讀書 我就 要讀 蒙特索利 然後回來這邊 我們做 就 講話的那個 廟部 蒙特索利 小學 跟中學 我們 我們是他的 創辦人 非常棒 對 那個 我們 我研究干地 他 他面對 有點想台灣 面對 就一直是一個 殖民地 政府 我自己認為 中華民國 是一個 流亡 流亡 政府 不是 不是真正的 他一直沒有被承認 是台灣的政府 有一點 就是因為 那個 經驗 時代 但是他是 金門的政府 可以說是 對 金門 是 所以就 一直是 有一點 沒有被承認 然後 也是 在1978年 就 一直沒有被認識 中國的 對 所以就變成 中華民國 這個 政府 有一點在 聯盟 嗯 對 然後 台灣人 也一直沒有辦法 追求自己的 嗯 所以 有一點 這個 像 印度 嗯 印度 可是 也是 有一點 是 嗯 嗯 這個狀況 是有一點 整個亞洲的 連 韓國 和 日本的 和 菲律賓 一直 有一點是 嗯 就 日本在有一點 美國的管理下 韓國 也是 很 法國 也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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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也是 所以就 有一點 現在中國大陸是 用這個 機會 有一點 有一點 來 來讓這些國家 不能團圓 團圓 有一點 不能認台灣是什麼 嗯 基本上 台灣也不能 在國際台說 他是 中華 嗯 因為他不是 他可以說 可是 他那個 他不能說 他是 中國的 政府 像中國也不能說 他是 台灣的 政府 嗯 所以 我就 然後我就 所以 甘地 就 面對 這個狀況 他 他回來 印度的時候 他就看到 是 如果 那個時候 印度也分好幾個國 對啊 好幾個地區 他們有很多衝突 也 沒有 真的 可以說是 有民族 或是什麼 所以 所以 他就看到 如果 他要解決 印度的問題 就是 人社會的問題 他需要先 面對 那個 就 英國 就是英國的這個 殖民地政府 是 最小 去那個 他就 那個 社會運動 就 就 甘地就選了一個 非常簡單的 就是 就 就 普通老百姓 要 就是 忍自己 然後 就 用自己的權 權利 就 就 我們不認為這個 政府 這個 英國的 這個殖民地政府 代表我們 所以 就站起來 推廣 各種社會運動 穿的衣服 去的運動 對 也是 鼓勵每一個人 有自己的 工作 也 簡單的生活 追求自由 對 然後 所以就 後來 那個 就 印度 獨立了 然後 那個時候 Montessori Maria Montessori 也是 遇到 甘地 也是 遇到 那個時候 俄羅斯 Tolstoy Tolstoy 他們就有 討論 是不是 我們 教育 有問題 就是 各國家的 教育 這個教育 體制 這個 這個 維權式的 教育 那個 有沒有問題 就是 結果好像 就是 戰將 所以 他們就 講出來 一個 方式是 不要用 課本 也不是 國家 辦教育 要 教育的人 辦教育 然後 Montessori 強調 就 孩子做自己的選擇 他自學 他用 他用 他自己的母語 學習 學習自己的文化 他也自己選 他要 學什麼 他要學 數學 他要學 他要學 從自發來 對 他是 自己發展自己 他有這個 基本權 所以 然後 Montessori老師 是被訓練 就 協助這個孩子 這樣子做 不是當老師 是當引導者 啟發那個孩子 提供給他一個 學習的環境 是尊重他 配合他的 需求 然後 給他選 介紹教育 然後 教育是 完全設計 來給孩子 當自己的老師 不是 老師 用這些 教育來教 對 所以 我就 就是 這種方式 是 從小 孩子 就在一個環境 他認出來 他自己是誰 他用他自己的母語學習 他發展自己 做自己的選擇 滿足自己的需求 所以就變成 他就 清楚自己是誰 然後 就 這樣子講到 你不需要 問他 你是 你是 中國人 或是台灣人 我就是 我 為什麼 我需要說 我是哪一國家的人 我就是這個人 就是一個 Homo sapiens 對 我就是 講 講 我的母語 是 所以 我就說 台灣 遇到一個問題 是 那個 國民黨政府 來 來台灣的時候 就要求 國語 沒有問題 那個是一個很好的 同用語言 我可以接受 它是一個同用語言 可是孩子 如果他要建立自己 他必須用國語 當然 他可以在一個教室 選語 我們現在已經有二十幾個國語了 對啊 所以就 應該 就 孩子可以自己選 他的教室可以用 他的母語 當然 然後他選 就選一個同用語言 當然 然後 所以 這個 因為沒有這樣做 要求他不能講台語 或是 不能用台語學習 或是 客家話 或是什麼 所以 或是 台亞族的話 就變成 就變成孩子 中小 就覺得 我不能當我自己的主人 對啊 我不能發展我自己 我必須發展 政府要我發展的那個人 如果我不配合 我被淘汰掉 所以 我最好配合 所以 可是 慢慢的結果是 我來到我獎大 我站在那個國際台 人家問我 我是誰 我自己不知道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權利來 研究我是誰 所以 我就覺得 這個權威教育 應該結束 也差不多結束了 我們去年 新的課綱上路之後 這些自發 或者是剛剛講 二十幾個國家語言等等 現在都是教學現場了嗎 我們在苗圃有做出來一個活動 叫做新希望教室 我們在孩子的學校裡面 就是組一個空的教室 然後幫他們做一個教室 就是按照他們的母語 用他們的母語 還有一個同用語言 然後如果他們選擇也是一個外國語言 像英文就可以這樣子學 可是沒有考試 沒有科本 沒有分數 沒有 沒有 有人 就是老師評估這個孩子怎麼樣 孩子也評估自己 然後我們跟各個學校的校長就合作 我們也是幫助 就是給那些老師想了解 我們怎麼教 就給他們進來 我們也是給 其他的家長也進來 我們也給孩子用我們的教具 也會安排一些介紹我們教具什麼 所以我們看到是很強功 很好的 所以我們就在想 可不可以用這個來推廣台灣 就是用教育來推廣台灣 不是就是用政治 或是用經濟 用學術單位來推廣 然後鼓勵每一個國家 像如果是日本 在日本 如果你願意為了一些在日本的台灣人講 或是在日本的中國人 你要就是用中文來講話 他們就可以在日本用中文學習 可是通用語言是日文 所以就變成就有一個班 或是一個學校在日本 有這樣子做 也同樣的在韓國也是 所以中國的華潮 不管在哪一個國家 可以繼續的發展它的母語 然後它也同時間也發展那個國家的語言 然後就認出來這個是 就是推廣整個亞洲的一個單位 不是就推廣一個國家 是推廣一個地區 然後就這個單位就可以 我就去一個名字 就是叫做UA 就是United Asia 然後它就 然後United Asia裡面 有一個單位是 United East Asia UEA 然後它就是用教育 推廣各東亞的國家的文化 它透過什麼方式來推廣文化 就是小學階段 還有中學階段 就推廣那個孩子的母語 和一個通用語言 然後一個外國語言 所以就 就這些孩子在 不管哪一個國家 它就 它知道它是亞洲來的 東亞來的 然後就 這個United Asia 就是 就變成 A Union of Free People of Asia 就是任何的 如果有一個地區有衝突 就那些人都可以生氣 他們就可以來台灣 就說他們 他們是Free People 所以包含像北韓等等 包括北韓 包含新疆 包含香港 包含任何的人 他不想 就是用社會 就是用內戰 或是Strike 他就是來台灣 來參加這個團體 來討論 來最小建立一個討論台 所以就可以 這些Free People of Asia 就可以為自己掌握 不是需要去聯合國 因為聯合國不會認你 如果你不是一個國家 你怎麼做 所以就變成 不需要一個國 你就是需要 你就是需要 有自己成立一個 Free People of Organization 然後你就是 你是亞洲的一部分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申請 你可以來 然後這個 就這個單位 就是那個UEA 如果是印度的 或者是USA 是United South Asia 那個就可以協助這些人 在他們平安的地方 就可以成立自己的學校 養他們的小孩 和最小 有開始做一個對談 跟他們的家鄉 所以 然後 所以 然後在台灣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繼續做 我們想在講話做的 在比較鄉下的地方 我們要建立一些台語 台語為主的教室 可是國語 同用語言 當那個 第二個母語 然後他想用哪一個就可以 可是 進來那個教室的孩子 是比較是 家裡是比較多 是用台語 然後 所以 我們的教區 什麼都是雙語的 那你是用 台灣的政治 還是用台語 平音 就是 用文字 還是漢字 用漢字 對 可是也是 一個 可以說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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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羅馬平音 就是 我說新的 就是 不會 不是 就 韓語的羅馬平音 也是 也是 就 國語的羅馬平音 都是通用的 通用平音 對 不是 不是完全那個 現在的通用平音 不是余老師的通用平音 對 他有問題 他有一些 就是 像 就是一個 也是配合美語 也是配合 德文 所以你自己做的一個平音 我自己做的一個平音 他有名字嗎 我 我是叫的 什麼 就是 羅馬平音 OK 了解 我們 我們做的在 馬德州教區 所以 他 孩子沒有衝突 他 他學這個方式 他也可以學 他可以用來學英文 像 像 台北 現在 是 應該念 TP 可是 所以 我改了 TIE BA Y 台北 所以就 變成 一種比較自然的拼音 對 就 如果孩子 如果一個人 是講 美語 他就 容易 發音 可是有一些 東西 也是 跟德文有 東西 不會 完全跟 法文 因為法文的意義 不念 E 不念 A 所以就 一些 地方 就 因為 台灣基本上 是選 美語 可以來當 外國人 所以 我就 用那個拼音 是 美語拼音法 對 基本上 這個 我配合 日本 或是 韓國 他們容易 念 所以 所以 我 就是 說 這個 推廣 這個 UA 或者 UEA 在台灣 就是 可以把 那個 中華民國 還可以繼續 在台灣 可是 開始 就變成 台灣 對整個亞洲的文化 就 推廣 有點類似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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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 或是 一個 就是 一個 亞洲的聯合國 所以 幫助 人 面對 衝突 就是 提供意見 不是 不是 提供 軍隊 或是 權力來 撐破一個 結果 就是 一個 討論 所以 台灣 就變成 一個 自由地區 可以討論 可以發展 任何的文化 你也可以追求 一個自由 所以 可是 中華民國 就會 處理這個 有些中國人 來全世界 要不要 中國 是一個 民族的國家 就是 幫助 就 從 紐約 到 加巴黎 中國 華僑 就可以有一個 地方 可以討論 他們希望 中國 中國的文化 往哪一個方向 可是 不是完全來 當 台灣的 政府 也代表 台灣 在國際的台灣 因為 已經 其他的國家 不接受 這個 中國大陸 也不接受 這個 教宗還是接受 什麼 教宗還是接受 對 對 所以 然後 對香港 我就覺得 就是 台灣 台灣就可以協助 香港 也 也 有 在台灣 成立 一個 一個 政府 就可以 有一些 那個 經濟的 中心 會在高手 台南 是那個 文化中心 台北是 那個政治中心 可是 幫助 香港人 在台灣 他們可以 他們的 學校 用廣東話 來 學習 同用語言 來 也是 來 學習 所以 他們的孩子 然後就是 從 台灣 跟 香港的 政府 討論 香港要 往哪一個方向 可是 同時間 用這個 來 跟 中國大陸的 政府 來談 台灣 會喜歡 跟中國大陸 有什麼樣子的 關係 就是 被尊重 像 我們要求 他們也尊重 香港 一樣 所以 如果你 一直不尊重 我們不接受 台灣人 還有 中國大陸的人 是可以 自由的 有 教育 和 宗教 語言的 自由 就 發展 他們自己 自學的自由 教育的自由 如果 他們要求 這種權威式的 我們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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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 就有 那些人 就是 新疆人 或是 西藏人 就可以 在台灣 就 由他們的政府 來 來跟 中國談 來 想到一些 比較 用文化 用 來 解決問題 不是 政治 或是 軍隊 來解決問題 對 基本上 就是 我的 想跟你 談的事情 謝謝 分享 對 就 不知道 基本上 我們 我們在苗圃就是 就是 這樣子做 芒特索的教學 沒有特別 是一個 一個 挨火注意的 一個教學 他是 就是 很尊重小孩 也鼓勵孩子 尊重自己 也 也自學 按照 鼓勵 來發展 所以我們就是 提供這樣子 我們也是 不想跟 那個 就是 那個 主流 教育體制 有衝突 所以我們就是 租 租他們的 空的 空間 這樣完美 幾乎每一個 學校有 有空的 房間 然後學姬還是 掛在那個學校 或是把他從學校 帶走 對 不需要 然後也是 看到 我們就是 要 要建立一個 一個 雙鷹的 機會 對 然後就沒有 神來說 你的 你的教育的方式 很爛 或是 我們的是 最好的 就是說 我們就有 不同的方式 就是 就 歡迎你來了解 我們也了解 你也 想一些合作的地方 這麼做 然後現在 苗谷的 狀況 像 我 Renee 她也是 已經當 幫忙的最老是 十五年 嗯 左右 嗯 就 然後 我們 我們現在 有做出來一個 訓練老師的課程 就是 完全為了 台灣 中國的文化 來設計 所以我們可以訓練老師 要這個 慢慢就可以 嗯 我們 我們是 看著需求 而是 基本上 我們是可以 申請 那個 那個 就 蒙特索利的課照 OK 按照 蒙特索利 如果你超過了 七年的 教學紀念 然後 你要做出來一個 完成的 你就可以訓練其他的 忙的最老是 嗯 所以我們那個 也會跟 美國的 一個團體 叫 MACD 嗯 就 來 來申請 可是那個 會 會 也是 依靠 我們跟 台灣的 教育局 教育部 合作 嗯 所以 我們這個 就是在 發展 然後 就已經有 一直在訓練 老師 我們在幫助 中國大陸的 的 山東 還有 那個 山東偉海的一個 學校 還有 那個 那個 河南 鄭州 鄭州 對在鄭州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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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在 台南 一個在 台北 我們在 訓練他們的 老師 幫他們 設計 新的 教育 嗯 很棒 對 我們覺得 很自由 這真的很好 很自由 對 有要補充的嗎 有要補充什麼 沒有 他講的 他想講的 對啊 像我名片上面也沒有國家的名字 對 那 我基本上現在在國際上 像在聯合國周邊的會議 嗯 大概都是用這樣子的名片 他不是主張說 特定的國家 他是一個概念 叫做 台灣 就是我們在台灣願意去幫助 啊 所有其他的可能目前遭逢到 不管是 啊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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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各樣的 啊 不幸的狀況 那我們的解決方案 我們是絕對都是用開放的方式 分享出去 我覺得跟您剛剛講的是 非常的相符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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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那 為了大家好 對啦 那您提到的中華民國 我在國際上面 我都把它翻譯成說 是 Transcultural Republic of citizens 啊 那其實就是一個 universal的一個概念 它其實 不一定是特定的地方 民國 Republic of citizens 韓國也是民國啊 就是只要是 直接讓郭敏 能夠參與政治的 都可以叫做民國嘛 它不是 只有在特定的地區的 才叫做民國 那我覺得這個 等於把民國 變成一個像 形容詞一樣 的一個做法 那我覺得這也就是 呃 比較普世 不會變成好像是 呃 只有在 呃 就是北洋政府的 在西安的 在 四川的 重慶的 在南京的 北京的 在那個叫做民國 任何地方只要 公民能夠參與政治 那就是一個民國這樣 所以我目前大概是用這樣的 方式在 呃 對外的溝通 那比較 確實像你們說的 比較沒有那種 Multilateralism 沒有那種 多邊主義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跟您的哲學 是很相似 那因為我們最近有一個 給香港的專門的辦公室 那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也有來 有些也有來這邊跟我討論嘛 那他們也都是覺得說 欸台灣給他們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不管有一些 當然我們在報紙上有看到 像通過玩書店啊 或者像 呃 林希老師啊等等 也都可以在這邊 繼續他們自由的創作 雖然像林希老師的作品在 呃 就是 方火牆裡面已經看不到了 但是 他還可以是在台灣 繼續自由的創作 所以 外交部現在有一個專門的 呃 一個專門的網頁 他就是叫做 國際的非政府組織 在台灣的一個 一戰式的一個網站 那像 呃可能您也知道 就是美國有像 呃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 那或者是IRI NED底下的這些相關的 本來他們都是在香港運作 那現在 呃大概沒有那樣子的空間了 所以一個一個都在台灣 作為它 整個亞洲的韓國師 那包含像 Oslo Freedom Foreign 也是在台灣辦理 他們亞洲的年會 也已經 一陣子了 那 更不要說 像那個 Report的Song Fortier 就是 烏國界的記者 也是 以台灣作為他們的 就是 Hackwater 在亞洲的 所以 您剛才講的就是 這些幫助全人類 而不是 在政治或軍事上面對抗 而是在文化上面 試著去潛移默化 下一代的這些組織 現在確實很多都Hackwater 開始設在台灣 那這種 那這種 International NGO 我覺得當然是越多越好 所以您提到的 不管是 UEA也好 USA也好 如果它是這種 International NGO的形式 不管是現有的 像 台灣也是一個叫什麼 UMPO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 台灣也有加入 那 在這些過程裡面 我們是非常歡迎 這些Ingo 在這邊運作 但是國家是不會實質控制他們 而是說 我們給予一個很開放的空間 這樣 就 像 你覺得有關這個 教育 所以 有一點 我 我 我希望是 這個 這個 理念 是 教育才 對 是孩子的 成長過程 對 他們是這樣子 建立自己 所以 所以來到他們 江大 就覺得 嗯 那當然 是這樣子 是 我覺得這非常好 而且 台灣在去年 新課剛開始之後 就像您講的 不是說要把學生 代理學校 而是學校 因為現在都需要有 校定的選修課 加深加廣的課程 等等 所以他也非常願意跟 像您這樣 就是社會部門的 教育工作者 一起合作 甚至運用學校 自己的場地 那我們也看到 開哲學課的 開各種各樣子 思辨的課程 等於本來的課程 跟要理 都沒有想到的 他們比較願意做 那你台語跟客語 跟原住民族語言 做教學 是說 不是專門教這個語言 而是用這個語言 來學 所有相關的 這些事情 這個我們現在也看到 很蓬勃的在發展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尤其是原住民族的語言 的部分 他們運用實驗學校三訪 已經很多率先進行 那現在他們也累積了 一些教材跟教法 那接下來看起來 是也可以進入國民學校 裡面來運行 就不會有你剛剛講 好像 他原住民族 他明明有自己的文化 但是卻在最精華的小學 一年級到中學的時間 好像被迫要學另外一個文化 的情況 那等到他年紀大了 想要回來認識他的祖靈的文化的時候 可能他祖靈已經不在了 那這樣傳承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是非常支持 非常安心 對嗎 對嗎 對 我們就是 我們 我們有好幾個 台亞族的朋友 布農族的朋友 每一次那些 那些 牧師他們都會跟我說 就是他們很不容易 就要年輕人回來 對啊 然後年輕人到 到那個 一些城市 就 失去自己 對啊 找不到自己 就是在他 年紀就是 七歲到 可能十五歲 這段時間 他如果是在他的 泰亞族叫嘎嘎 裡面去生活的話 那其實那樣子 他才能夠覺得說 他長大的時候 是一個完整的人 但是如果 就像你說的 跑去城市 又上了小區 又上了中學 完全沒有用到 他自己的文化的語言的話 確實成年再回來 通常都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確實是這樣 像這些 衝突 像 南海的衝突 那個 吊台的衝突 就是 韓國跟 日本的 那個 那個 那個島的衝突 是 就 有 有 台灣有一些 單位會 出來 來 說話嗎 嗯 現在 當然就是 外交部 或者條法司 就是外交部裡面專門 處理這些的 當然是由外交部來 就是發言 不過那部分 我比較沒有參加 就是比較不確定他們目前的 策略是什麼 那可能要問外交部 因為我 我看到 就 就是因為地球暖化 會 南米會越來越多 所以就變強 會有更多的人 嗯 就是 來到一個 他們自己的政府 沒有辦法幫忙 對 或是他們必須搬 搬家 搬到戈壁的 的 的 國家來 來住 來 所以就 那個 那個會造成很多的 這是很多的社會的問題 確實 所以我就 我就說 這個 這個亞洲的這個單位 想 亞洲的聯合國 嗯 就 應該 有一點 為這些人 想 就幫助他們 協助他們 來進去 這個新的國家 或是 最小 又找到一個地方 他們就可以 面對 那個災難 就是什麼 確實 確實 對 像我們有一個有邦教徒阿魯 那他們就是 氣候變形影響最劇烈的地方之一 那所以他們也有跟 好比想說 旁邊的 西蘭也好 澳洲也好 甚至有一些他們 醫療需求也有來台灣 那去看說 如果真的 最後氣候變形非常嚴重 那這些朋友們要怎麼辦 我想徒拉魯是一個開始 可以建立一個 模式 那未來我想 這個狀況就越來越多 確實是在 像台灣的 海岸 有 非常多的空間 可以給人家來 那當然 當然 我跟孩子有 我們的中學生 有設計一個難民計劃 就是怎麼樣 在一塊地 多少人 需要多少的食物 他們多少的地 可以自己種 然後怎麼處理 飛水 我們都一起設計 一個情話 如果需要改一些簡單的房子 怎麼做 那是我們中學的課程 我覺得從各種角度來看 一波一波的新住民 不管本來是為了逃難 比像說1949年也可以說是為了逃難 內戰當然也是一種災難 但是每一波大概都可以成為 我們現在叫做新住民 所以也不是說這些香港朋友來 就一定要把它當作難民 他也可以馬上去像 大概不會有人覺得 銅鑼灣書店 或者林溪老師寫詞 什麼 只是為了逃難 他們還是把他們文化也帶來 也發揚他們的文化 是這樣子 我就是覺得 台灣自己的學校都需要鼓勵 多文化 多語言 多年齡的 都是通教師 所以就 孩子就不會那麼 就可以用合作來發展自己 不是用競爭來發展自己 這是為什麼我把中華 翻成transcultural 就是中和萬華 就是在許多的文化中間 去找到各自共處的方法 對 因為台灣是一個 派安的一個民族 它有很多越南的圈頭 也有東南亞的 韓國 日本 然後東道語系的整個文化 所以 我就說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權利來研究 他自己的祖先是誰 他的家族的語言是什麼 所以我就 我們就在鼓勵這個 我們也是 像在 我們的一個信息王教師 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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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國祥 關於國祥 所以 就 那些 元南的媽媽 我是 台國的 我是菲律賓 就有新著名的文化 他們就可以進來 念 故事書 用他們的母語來念 給全班 還有 相聽 因為現在在講話 好幾個 學校 百分之三十到 百分之五十 是新著名的 所以 我們就是 為了 容納他們 就告訴他們 你 你都可以發展 我們都很不利 非常好 然後 就 是 可是 那些 那些孩子 和他們的家庭 有蠻多的社會的問題 我覺得很多都是 我們能不能用一種 trans culture 就是 他們的文化 又反思我們本來的文化 那 而不是只是 diversity 只是diversity 不一定inclusive 那如果 像你說容納 如果有inclusion的話 這些社會才是 大家一起面對這些社會問題 不是好像是 碰到事情 就覺得 是他們 我們 又是出現這個分別 對對 對 我們 因為 我們也有三個小孩子 就在這邊 講大 所以 我們看到他們的最大的困難 都在台灣 出生 受到這邊的教育 可是 那個 大家還是面對他們 就認為他們是外國 對 所以 他們是最 覺得 最不公平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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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我覺得 就是因為 大部分的人在台灣 沒有得到一個 像你 trans cultural 的 education 沒錯 對 所以 每一個教師 不管 他很傳統的 都要鼓勵 就是尊重 各方面的學習 就是 我們就是 就 希望我們的 教育就可以離開 不是 不是 權威在 幫孩子 決定 你要學什麼 你要讀什麼 你怎麼樣 學 你在哪裡學 就是 給孩子 他們的家庭 全力來自己 決定 他們要到哪裡 你 你應該很清楚 謝謝 是 新的課堂我也有參加 也有參加 課法會 所以去年開始 真的 他變得比較 我們叫柔性課 就是 他不會再硬式的 覺得說 每個學校 只是教育部的執行單位 而且每個學校 可以開始想出 他自己的特色來 那包含 多餘學習 我們 鼓勵推 這個 新的法 那個 有一個 在立法會員 有一個 就是給 一般的老師 權力來自己訂 這個 這個 還是 還是會繼續 對不對 當然 實驗教育三法 我想一直都在修訂 那以前 像我那個時候 從實驗教育 到體制內 還要等兩年 才能考同學歷啊等等 現在都已經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我想 實驗教育界 隨時有想要修訂的 目前負責的還是 就是林萬一政委 他對這方面也很了解 那潘文中部長對這個也很了解 所以我想 現在向台北市 來講 突然之間 機構型態 學校型態 各種 尤其機構型態的實驗教育 現在就變得非常多 變成台北市教育局的一個 好像亮點一樣 一個highlight 那我覺得 也不實施在台北啦 當然你們那邊 或者宜蘭等等 現在都有非常多 新的實驗出現 我是覺得很欣慰 覺得說 好像我們把實驗教育 實驗成功的 變成國民教育 那但是實驗教育 就可以再往更 就是好比像說 為什麼不能先學安美語 然後用安美語來學美語 然後 漢語變第三個語言 這也有可能 對啊 好 差不多了 謝謝 謝謝分享 學到很多 謝謝